现在时间1月17号的下午 现在行情还没有收盘 我们今天这条视频首先是道歉 其次我们对于大盘指数的短期中期长期做一个预判 为什么道歉呢 证券板块我们踏空了 非常的抱歉 熟悉我的作者应该知道 我们在去年的10月22号和酿酒板块 也就是证券和酿酒我们进场了 酿酒板块我们在12月15号减仓高抛 其实高抛的是一个三浪的高点 18个交易日我们的回报率超过18% 但是在近期又是再次创出了新高 错过了15%的收益率 那么证券板块其实我们出早了 我们在1月初的时候就出掉了 为什么出掉呢 当时我考虑两原因 首先就是老虎证券和富途证券传出利空的消息 包括某家证券公司十配三股 所以说导致当天的证券板块形成一个大幅的沙跌 也就是元旦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证券板块是零跌的 我一看坏了 是不是破位了 所以说建议减仓卖出 没有赚钱 对吧 11月22号我们一直持有到 1月初的时候没有赚钱 结果卖到了一个底部 在这两天证券板块是一个大幅的上涨 我们在前期重点讲到证券 我们选择两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 就是龙头 以东财和中性为首的龙头 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讲到就是财富管理类的 在近期涨幅居前的就是这两大类 反而我们没有持仓 所以说非常的抱歉 就是踏空了 出早了 那么下一阶段证券板块还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我再次讲一下 我的观点很明确 等到2月份跌到位的时候 我们重新证券板块上车 这是对于道歉 其次我们对于整体的指数做一个预判 我们在近期主要讲到市场会不会跌破3000点 或者说会不会跌破2885点 从今天早上公布的2022年的增速 已经是达到了3.0 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什么困难 我们也都知道去年我们经历过美联储的加息 包括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包括自然灾害 疫情散发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都是3.0%的增速 那么好 2023年其实我也讲到了 整体我认为3月份可能公布 2023年增速是达到5.1% 如果说整体的3.0%的增速 第一点是2865点的话 那么5.1%怎么可能跌破2885点 或者是2865点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利润就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纠正 那么怎么纠正 就是我们通过大级别来进行一个判断 也就是在近期为什么错过了证券板块 或者是踏空了本轮行情 其实就是结构出现了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大的结构 这是上证指数的月线结构图 如果说从第一点 95.79开始当245点 我们定以为是一个一浪的上行的话 那么好 从245点下跌到998是一个二浪的下跌 二浪下跌结束之后 从998到6124点 就是一个三浪的高点 整体走完了 123浪 好 再次下跌 6124点到1664点 就是一个四浪A 四浪A结束之后 其实从1664点反弹到5178点 那么就是一个四浪B 四浪B 也就是5178点跌到2440点 也就是一个四浪C 从2440点反弹到3731点 是一个四浪D 好 从3731点下跌到2863点 就是一个四浪A 如果说从长周期 也就是从6124点 整体下跌以来的四浪调整 已经是结束了 从大级别上 未来将突破6124点 我再次强调一下 也就是从长周期而言 那么2863点 就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底部了 未来会不会横跨10年 这样一个超级牛市开启 有这种可能性 我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我其实在考虑 从大的周期 因为从经济整体的数据上 3.0以升是非常的低了 而且是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黑天鹅的事件 和灰犀牛的一个事件 那么对于目前而言 短中期 我们是怎么来看的 刚才我也重点强调过 从经济数据上 不可能再次跌破2885点 或者是跌破2863点 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因为今年2023年是一个复苏大年 所以说从长期二年 大级别底部形成了 那么这个大级别底部 2863点就相当于1664点 相当于998 相当于95.79 也就是一个大级别的底部 横跨10年以上 这个是我们先讲大周期 从中周期而言 其实我们之前讲到了 3月份和4月份 对吧 那么如果说3月底和4月 它不是一个底部的话 我们要关注一下 它是一个高点 当然这是一个中期 那么短期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上证指数的日线结构图 从短期而言 我们看到在昨天突破了250均线 也就是年线 同时昨天是一个放量突破 好了 其实对于市场而言 整体如果说这是第一波上行 第二波下跌 那么第三波上涨的话 我们在近期要关注 六市均线 也就是3100点附近 那么3100点附近 它会不会再次一个下行 也就是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1月30号 截后的首个交易日 整个市场 会不会形成高点 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 六市均线 六市均线整体形成之后 后期仍然会突破 3250连附近 我再次强调下的观点 也就是2863点 整体作为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起点 整个市场将迎来一个 未来十年的牛市 这是可以预期的 这是七一 其二对于中期而言 整个市场 三月底和四月初 会不会形成一个中期的高点 我们要等待 以及短期而言 我认为现在受阻于年限 也就是在年限形成震荡之后 会不会回落到六市均线附近 在二月份 我们是要等待的 同时刚才我们也强得过证券板块 我们就等待这一轮回撤之后 我们再进场 所以说吧 市场本事而言在变化 或者说市场本事而言在变局 我们不用着急 我们就等待二月份调整结束之后 我们再进场 春节之后 也就是农历的2023年 我们2023年 重新的出发